今天的影片是由 InFact 贊助播出 蘋果一年一度的 WWDC 終於是正式結束啦 這一次也就如大家預測的 蘋果發表了重大的 AI 更新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WDC 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內容吧 首先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這次 AI 的更新 蘋果是把它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 Series 現在是徹底的變得更聰明了 在你的裝置系統的每一個角落 都會讓 AI 衝刺在裡面 它就跟 ChatGPT 一樣 可以是很好的書寫工具 你在撰寫email的時候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寫的話 可以讓它幫你生成各種的文字段落 甚至你可以指定它用不同的情緒 或者是語調來表達你的文字 它也可以快速的幫你調整 你的段落裡面的文法的錯誤 或者是拼字的錯誤 你甚至可以把一長段的段落整理成重點 用更簡潔二二的方式來呈現 Apple Intelligence 還支援 用來使用 AI 生成圖像的功能 蘋果把它叫做 Gemmoji 如果說你在 Emoji 的清單裡面 找不到你想要呈現的圖片 只要輸入一段文字 它就會依照文字的內容 去生成一個獨一無二的 Emoji 的圖案 讓你在傳訊息的時候 可以更生動 更精確地去表達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新加入的 Image Playground 的功能更厲害 你不需要輸入一整串的生成指令 只要透過幾個簡單的關鍵字 跟你想要呈現的圖像的風格 它就可以快速地幫你生成出一張 AI 的圖片 你甚至可以從你的相簿裡面去針對人物的外型 直接把相簿裡面的親朋好友變成一個 AI 的角色 不需要安裝任何第三方的 App 也不用學什麼勇倡的技巧 直接在手機內建的功能就可以做得到 而且這個生成圖像的功能 可以深度的跟系統裡面的每一個 App 做整合 蘋果推出了一個叫做 Image Wand 的功能 比方說你的筆記裡面有一張草圖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魔術棒把草圖給圈選起來 它就會針對你的筆記的內容 還有旁邊的文字 去算出一張 AI 生成的影像給你 就算你沒有草圖也沒關係 它也可以依照你的筆記的內容去生成圖片 在照片 App 裡面 現在還多了 Clean Up 的功能 如果說你拍照的時候 背景有任何不想要出現的雜物或者是路人 只要簡單的圈一下 就可以快速地幫你把它們給消除掉 搜尋照片的時候你也不需要再去用關鍵字來搜尋了 直接用一整句話去跟它講 比方說小朋友滑滑板的照片 它就可以幫你全部整理出來 當然這個功能你也可以用在影片上面 只要跟他說小朋友翻滾的影片 它一樣也可以幫你搜尋得到 那在我們繼續往下看到還有什麼更新之前 我們要先來感謝一下今天影片的贊助商 InFact 你充電還在用又厚又重的豆腐頭嗎? 是時候升級 InFact 65W 快充豆腐 幹好薄 厚度只有 1.5公分 比MacBook Pro還更薄 真的是幹好薄 放進包包塞進口袋 隨身輕鬆攜帶 依然是幹好薄 就算插在牆上 櫃子、沙發都能輕鬆靠上 果然是幹好薄 快充豆腐幹好薄 擁有雙孔 USB-C 最高支援 65W 的 PD 快充 拿來充MacBook當然也是沒有問題 還具備自動偵測智慧配電的功能 誰缺電就給誰更多瓦數 InFact 還有推出全新幹好快快充延長線 3個 AC 插座配 3 個 USB-C 體積不變 升級單孔最高可達 100W 要幫 MacBook 快充 就靠幹好快快充延長線 現在預購幹好快快充延長線 與快充豆腐幹好薄 除了有更優惠的價格 還有多種顏色任你挑選 現在立刻前往 InFact 官網 解決你的所有充電煩惱吧 除了這些深層式的內容以外 Siri 這個語音助理 現在變得比以前還要在智慧非常非常多 有了 AI 的輔助以後 現在你在跟 Siri 溝通的時候 可以用更自然的語言去跟他下指令 比方說你在問天氣的時候 比方說你問他說 台北的天氣怎麼樣 欸不對 我說錯了 是新北的天氣怎麼樣 他會自動的去幫你抓取新北的天氣 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會完全搞不懂你在說什麼 而且因為 Siri 是跟你的系統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他可以完全的知道你的個人的背景資料是什麼 也就是說在使用起來 他會比 ChatGPT 這種聊天式的 AI 還要再方便非常的多 可以真正成為你的私人助理 你可以問他很多很詳細很私人的事情 比方說你可以跟他講說 給我看一下上個禮拜 媽媽傳給我的那個網頁的資訊 或是你也可以叫他幫我回顧一下 去年12月的時候 我跟女朋友去海邊的那些照片 你只要用一些很簡單的句子 他就可以聽得懂 然後幫你把所有的資料通通整理出來 而且 Siri 現在還聽得懂連續性的指令 比方說你可以跟他說 幫我找出所有穿粉紅色外套的照片 找到以後 你還可以再跟他講說 幫我讓這張照片看起來更突出一點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畫面修得更亮 然後你再跟他說 把這張照片貼到我的筆記裡面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照片放到你的筆記本裡面 從頭到尾都是動口不動手 這些 AI 的功能整合到系統裡面之後 真的可以徹底改變之前我們使用 Siri 的方式 那這些舉例都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未來一定還會有更多的使用情境會再推出 我們之後會再找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怎麼樣去運用這個全新的 Siri 如果你覺得 Siri 還不夠的話 蘋果這次還跟 OpenAI 合作 讓 ChatGPT 直接整合到 Siri 裡面 你可以選擇改用 ChatGPT 去當作你的 AI 引擎 不需要另外申請帳號 也不用額外付費 直接免費就可以使用 GPT-4 喔 那蘋果也不斷強調 這一次 AI 的更新 全部都不會透過雲端的伺服器來做運算 所有的功能 包含像是生成圖片 或是你的 Siri 的個人助理 全部都是在裝置端來進行運作 所以說你的個人隱私跟資料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護 那既然全部 AI 的功能 都是要透過裝置端來進行運算 當然硬體也就有一定的要求 iPhone 的部分必須要使用 iPhone 15 Pro 以後的機種 才有辦法去使用 iPad 跟 M1 的話 則是至少需要有 M1 晶片的支援 才有辦法使用這些 AI 的功能 而且 Apple Intelligence 必須要等到 今年秋天過後才會上線 語言的部分也只有英文才有辦法支援 其他語言則是要等到明年過後 才會陸陸續續開放 所以各位習慣講中文的朋友 就要再等等啦 那講完了大家最關心的 AI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次系統更新了哪些東西 首先就是 iOS 18 終於正式推出了 這次更新的內容其實沒有到很多 主要是在主畫面跟控制中心的客製化的功能 你現在不用按照蘋果規定的順序 去一個一個排列 App 可以把 App 放在主畫面的任何一個角落 而且主畫面的 App icon 還可以依照深色模式或淺色模式 去有不一樣的顏色呈現 你甚至還可以把桌面上面所有的 App 全部統一用單一色調 把它們都設定成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更有個人的風格 控制中心的部分則是完全重新設計了它的介面 有更多的客製化選項可以讓你去做調整 也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排列它們的順序跟大小 甚至它們還會依照不同的功能 有各自的群組 可以讓你去切換它的頁面 在鎖定畫面上面的手電筒跟相機的 App 也可以換成自己想要使用的 Widget 蘋果現在有開放控制中心的 API 可以讓第三方的 App 去把自己的功能加入到控制中心裡面 然後幫 App 上手的功能現在也推出了 以後如果說你把手機借給朋友的話 你可以設定某一些特定的 App 一定要經過 Face ID 的驗證之後才有辦法進去 當一個 App 在被上手的狀態的時候 所有的搜尋或者是通知 還有 Siri 的建議 都不會出現這個 App 裡面的內容 可以讓你的 iPhone 的隱私有進一步的保障 iMessage 的部分則是多了很多新的小功能 比方說你現在可以在快速回復的地方 加入更多的表情符號 讓你可以快速的給朋友傳送表情 文字訊息的部分也可以加入更多的格式 讓你可以表達出不一樣的情緒 可以讓你設定特定的時間 傳送特定的文字給朋友 再加上照片 App 還有郵件 App 有做了介面的重設計 還有加入一些更智慧的功能 基本上這邊就是 iOS 18 的所有更新 那 iPadOS 的部分基本上就跟 iOS 是大同小異 一樣也是在主畫面跟控制中心的部分有大幅度的更新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iPad 現在終於支援計算機了 而且還跟你的備忘錄整合在一起 你可以用手寫的方式 把複雜的公式給寫下來 它就會快速的幫你計算出來 而且算出來的答案還會透過 AI 讓它的筆跡變得跟你的一模一樣 真的超級酷 就算你要修改這個公式 它也可以快速的做出答案的變換 反應可以說是非常的及時 然後當我們在用同波共享 遠端看別人的 iPad 畫面的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快速的用手繪的方式 把重點給標註出來 讓對方知道說要去按哪一個位置 或者是直接把權限給交出來 讓對方直接去控制你的 iPad 至於 WatchOS 的部分 這次的更新就比較少啦 主要就是針對你的生命跡象的一些數據 去提供你一整週的趨勢評估 告訴你有沒有什麼地方會需要注意 或者是你有進步了哪些地方 如果發現有什麼異常的話 它也會第一時間去通知你 最後就是 Micro S Sequoia 剛剛提到的 iPhone 跟 iPad 的各種功能 全部都會在 Micro S Sequoia 上面支援 包含像是 iMessage 計算機備忘錄 或者是更詳細的 Apple Map 的更新 全部都會在電腦上面支援 不過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全新的 iPhone 鏡像輸出的功能 未來就算你的 iPhone 不在身邊 只要在 Mac 上面打開 iPhone 鏡像的 App 你就可以在電腦的螢幕上面 去操控你 iPhone 裡面所有的內容 包含 App 或者是取得你的檔案 你甚至可以直接把電腦的檔案 丟到你的 iPhone 上面 而且在操作的途中 iPhone 完全都會保持鎖定畫面的狀態 不會讓其他人看到你 iPhone 裡面的內容 這個功能可以說是非常的實用 基本上這邊就是我們覺得 這一次發表會最最值得提的所有功能 當然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功能 因為礙於篇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一次全部講完 不過我們都有整理成文字懶人包 放在我們的 AppleFans 官網上面 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的話 就趕快從我們說明欄裡面的連結 趕快到我們的官網去看一下吧 那這裡是 AppleFan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